星星文室 星星小姐请进 会不会扩大范围到蛋黄蛋白区 彭淮南雨带保留 外界认为国内景气不好 才会破天荒松绑房市控管 避免再度对经济造成二度伤害 经济状况看起来怎么样 大家继续努力 不过放宽贷款陈述 学者张金二则是怒吼 大开打房倒车 非常不当 为建商投资人有钱人解套 将资金再次赶回房市 难道政府救经济 已经没有招数了吗 内需应该要先稳住 否则这样的发生社会问题 你再来救 它的社会成本一定会很高 抢救经济政策还有货币工具 11号人民币重贬 央行放手让台币跟贬 三个交易台币贬了近3% 所以大陆贬值就出口脚步 台湾用货币贬值 放宽信用房市控管 这回味救经济 打房走回头路 外界也在回 难道台湾救市救警器 没部了吗 记者林东明 邱子凌台北报道